看看新闻网 所以就时间还真的挺赶的 我还挺后悔 能再多给一点时间 对 最困难的应该就是林静这个角色的性格吧 到演检察官以后 因为在电影里面七八年过去之后 没有交代的时候这个人到底怎么过呢 那剩下的戏呢 全部都是来去告诉大家 说林静是怎么样 这七八年是怎么过 是一个多么颓废 多么去对生活的无助啊等等去过来 所以后面的表现有可能会更困难一些 就是里面内心戏啊都会困难一些 那怎么克服呢 其实很多戏我是就在现场 就在现场里面 比如说他们别人去调光 那我就坐在我演戏那地方去想 完了会去体会 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我的脑子里边 他说开机呢 那就开始演 NJ的多么 NJ次数多么 其实NJ我们拍过很多条 每一场戏他大部分都拍的挺多强 不光是我一个 大家都是这样 但我觉得是赵薇姐 精益求精了 对他不会放我每一秒 有点小差错 他说你会更好再来一遍 对反正说哎这点不错 我觉得你还能更好再来一遍 他经常会这样 那刚刚这次在戏里面 这个造型也是 就是做得比较土一点 就是跟之前的这个型男的形象不太一样 那个这个是 你对这个遗憾吗 或者你对这个 怎么想这个造型 没有我觉得你决定要做演员 那你就有一个演员的一个素质 尊重整个电影的工作人员 导演 编剧 还有这个人物 那这个人物呢 我觉得 希望让他更有特点一点 就更融合这个电影一点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哎呦 是不是有点 还不嫌老 还有点 是不是有点 感觉还年轻 或者有点说 感觉那么精神的 做得颓废一点 或者给我沾点胡子 就点小肚子 就这样 很多是你自己要求的 对对对 哪些部分你自己要求的 我说沾点胡子啊 嗯 就是画的那个脸色不是很好一点啊 就是稍微颓废一点啊 就那种感觉 你把这要演出来杂情像 演员嘛 其实在拍 我真的要拍电影 或者拍戏的时候 我不会在乎自己的形象 会怎么着 我会在乎这个人物的性格 符合不符合这个整个的电影 嗯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电影院看到我的时候 不要以歌手 我杭英灯的形象去看待这个 去看待这个角色 我也希望他能 能给电影加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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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